另外在这里来看到的是呢 日前有民众向这个何淑峰议员服务处来反映 位在林口区文化二路二段72号这边呢 有一棵露树已经呈现死亡的状态 但是呢因为这棵露树呢 它就位在这个人口来往比较密集的人行道上面 那么当地的民众很担心说呢 万一要是台风或是地震的时候呢 恐怕会酿成灾害 因此呢便拜托这个服务处来协助改善 日前有民众向市议员何淑峰服务处反映 位在林口文化二路二段72号前的这棵露树 已经呈现死亡状况 由于位处人口往来较密集的人行道上 深怕台风地震时不慎倒塌 恐怕酿成灾害 希望能够协助处理 就是民众有反映说 这棵露树其实都是在一个 行人穿越到非常往来频繁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担心说 这棵树如果不处理的话 将来可能遇到台风或一些事情的话 可能会有倒塌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要求公所 还有一些相关单位紧急来做一个处置 那下午的部分也会进行了移除动作 经邀请专业人员现场勘察 这棵露树确实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为避免意外发生 会看后当天下午 公所将请厂商先行移除 另外一旁的公车站牌倾斜 也将请相关单位扶证 避免入京行人碰撞 移除露树之外的话 我们也要求说在明年三月之前 也要种新的一个树木 然后人行道破坏 磁砖的一些损坏的部分的话 也要一并的做修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车站牌的部分 其实它有倾斜 那这边也是一并的做排面扶证的一个部分 秘书表示枯树移除后 明年三月将会种植新树 同时一并将损坏的人行道路面进行修缮 给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 记者在林口采访报道